哈囉,我是簡訊律師 是愛麗絲介紹我來的 那我想跟你請教 到底房子簽約要注意什麼啊? 沒問題啊 愛麗絲已經先跟我說過了 但是在搞清楚合約的內容之前 我們要先確認自己是跟誰簽約的 因為跟你簽約的人可能是屋主 也有可能是屋主的代理人 二房東 或者是包住代管業者 可是我要怎麼知道對方是誰啊 他隨口說一個身份 我要怎麼跟他確認呢 所以說如果今天跟你簽約的人 說他是屋主本人 那你要請他出示一些證明 第一是有照片的身份證件 第二是房屋的所有權狀 或者是第一類建物騰分 然後你去比對說商業的姓名 是不是跟屋主的姓名是一樣的 那像一些自稱是屋主代理人的人啊 那我們要請他出示什麼文件來確認呢 雖然說屋主的代理人通常是他的親和好友 但不管他跟屋主的關係是什麼 只要他跟你表明說他要代替屋主來跟你簽約的時候 你都還是要跟他確認下面的東西 第一個是屋主跟代理人的身份證件 是要有相片的哦 第二是代理授權書 這是要去確認他的授權範圍 因為有時候其實屋主他其實只有委任這個代理人 帶你去看房子而已 第三是房屋所權狀 或者是第一類建物騰分 因為這樣子才可以確認出授權的人 是不是真的擁有房租的所有權貨 那像我之前那個房子啊 是我朋友住下來 然後他又轉租一個房間給我 這樣子的話我也要看他的證件嗎 當然要啊 像你朋友的這種狀況 就是我們俗稱的二房東 但是你還是要請二房東出示他 有照片的身份證件 以及他跟屋主所簽訂的契約 這樣子才能夠確認這件事情 第一個是簽約的人是不是二房本人 第二是他們的租業裡面有沒有得轉租的規定 第三是他們之間的租期是不是還有效 第四屋主要同意轉租的範圍 以及終止租業的適用 那你剛才還有講到還有一個啊 就是包租業這個是什麼 哦這個是因應政府現在所提倡的 把租房子這件事情委託給專業的 而衍生出來了一個叫做租賃住宅服務業 所以說當你跟他們做任何交流的時候 你要請服務人員提出下面的文件 第一個是這間公司他跟屋主之間 有了簽住宅包租契約以及轉租同意書 第二你要看這間公司 他是不是有租賃住宅服務業登記證 以及他的營業項目裡面要有租賃住宅包租業 再來第三服務人員要看他有沒有 租賃住宅服務管理人員的合法證明 這些證招他們會隨隨帶來身上嗎 所以說我們一般都會建議 就是跟業者約在他們的服務距離 這樣子你要查看各種的證件就比較方便了哦 原來你簽約要注意的事情這麼多哦 當然啊 而且搞清楚簽約對象只能第一步哦 接下來我們還要弄清楚的是 你因為簽約對象的不同 要選擇的住宅版本也不一樣 簡單的說如果你今天簽約的對象是 屋主的代理人那你簽約的租約內容 像我的房東他寫的租約啊 就不是住宅租賃租約書這個名字 那這樣是不是就沒有效 這個部分就要更深入的討論了 包含說一份完整的合約應該要符合哪些要件 所以這個部分好像有點長 不然我們就休息一下 我們下一集再來做完整的解釋吧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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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